好来看到花莲市112年海市生活节 河海有约系列的活动 即将从6月份陆续登场 那么这次推出包括 海湾沿线走毒 清水体验的活动 种子培训等多样化的课程 30号的下午在喜宾行旅 举办了报名启动的记者会 同时也宣布下午3点准时开放报名 花莲市112年海市生活节 河海有约系列活动 30号下午正式开跑 这次总共推出包括 海湾沿线走毒 清水体验活动 种子培训等多样化的课程 即将在6月份陆续登场 海市生活节这次总共有三个主题的部分 第一场是海湾沿线走毒的部分 分为八个场次 分别由花莲线营鸟协会 跟荒野协会来做搭配 那从花莲市一直讲到美轮市 还有美轮山的部分 今年是有比较特别的是 包含就是赏金跟在地的定制渔网的 一个介绍的一个旅游行程 总共四个场次 那也希望就是这整个活动 大概是二十几个场次的活动 可以让民众来上网报名 今年花莲市工作透过海洋委员会 促进地方政府推动海洋事务补助计划 邀请已经投入海洋生态多年 台湾第一也是唯一成功推广 不老水手培训的舒凡海洋基金会 藉由种子培训课程 培育出更多的独木舟教练人才 并透过规划由海湾沿线走毒 及清水体验活动等系列课程 带着民众走进城市里的自然教室 我想海市生活节已经举办了第六年后 那今年要迈向第七年 那在六月的时候会登场 那也有20场的免费的一个活动 让我们民众可以更了解海洋 那不要说我们住在海洋的城市 却有点舒海 那也希望说大家都能够 大朋友带着小朋友 来一起参加这个活动 海市生活节河海有约系列活动 分为三大主题 总共有20个场次 内容丰富精彩 而且全部免费 有兴趣的民众可以把握机会 上华联市公所网站 或者是粉丝专页查询 有更进一步的活动资讯 九十里勤 华联市报道